健身健美的风气是越来越盛行 除了可以请专业教练指导训练 自己也有机会成为教练来帮助别人训练 为期两天的西级健美健身教练奖席 之前在花莲的肌肉工厂举办 邀请专业裁判为学员传授健身健美比赛项目的注意事项 并给予动作指导跟观念上的精进 在IFBB国际健美健身联合总会国际裁判和教练的结束下 近30位的学员无不拒精会神的仔细聆听学习 随着健美健身运动风气盛行 民众除了请专业教练指导训练 自己也有机会成为教练 日前在花莲肌肉工厂健身房 执办由教育部体育署认可 为期两天的中华民国健美健身协会C级教练讲席 针对专业性C级裁判讲席动作指导 也了解正确健身观念及方法 在花莲的肌肉工厂举办两天 3月4号、5号这两天 我们一个西级教练的讲席 那我们这次是特别邀请 IFBB国际联合总会的裁判长 陈伟哲裁判 那还有我们IFBB国际联合总会的 国际裁判严育宪教官 这两天的课程非常的丰富 让我们这边的学员可以更了解 我们在健身健美的比赛上 需要更注意的一些项目 那甚至在以后如果担任教练一职 然后再给一些学员上的一些动作指导 观念上的精进 都有非常大的帮忙 这次也特别感谢他们两位 然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就是我们 花莲县政府非常吉利的帮忙我们 那我们举办这样子的讲席 那我们现在还有后续还会有在每年都会有各一场裁判的讲席 跟一场教练的讲席 然后我们这次很感谢花莲县体育会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花莲有史以来第一次自己主办的 我们这次特别针对了花莲在地 因为我们现在在在地推广健身健美 所以我们特别有增设了三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乐活杯健美先生 你只有户籍在花莲才可以比 然后还有乐活杯比基尼小姐 然后还有特别申请到一个全国原住民健美先生 是针对你是原住民身份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 为了持续推广全民健美健身运动 提升花莲运动人口成长 4月7日8日两天 还有12年度全国大专精英赛 即亚洲健美健身锦标赛国家选手选拔赛 以及4月9日花莲第一场乐活杯全国健美健身锦标赛 都将在中华国小举办 届时现场也有热闹活动 对健美健身有兴趣的民众 可搜寻鸡肉工厂Muscle Factory健身房脸书粉丝业了解更多 记者讲王彦华林区报导